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君 在前一次呢 我已经示范了 要如何正确的让清洁产品发泡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次我要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洗脸了 好 那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点 像我现在手上啊 已经用这个氨基酸系界面活性剂的清洁产品发泡完成了 你会看到很多细致的泡泡 那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些泡泡啊 均匀的在脸上做涂抹的动作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些细致的泡泡 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啊 把那个灰尘啊 毛细孔当中的油脂啊 还有这个脏污啊 全部都清除干净 好 像我现在这样 那它其实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你就均匀把泡泡都涂在脸上就可以了 那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奇怪泡泡这么少怎么会干净 但是我告诉你哦 这是不影响清洁度的 它一样可以洗得干净 只是你在外观上面会觉得奇怪泡泡不够多 那是因为我们以前都习惯用大颗泡泡来洗脸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需要担心的 然后呢 我们就透过这些泡泡运用指腹 轻轻的在脸上全脸的做按摩 好 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哦 这个泡泡就是清洁剂停留在脸上的时间 大概一分钟以内 好 你就可以用水清洗干净 因为我们的脸是不会真的脏到哪里去的哦 所以你就大致上确认好你的这个清洁的产品都已经在脸上按摩 妥当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冲水的动作了 好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像日常自己习惯的方式 就是用泡水的方式好 把脸洗干净 但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要提醒大家 就是关乎于水温的部分 每一种肤质对应的水温是不一样的 像是油性的肌肤 你会发现到这个全脸都有很多的油脂啊 那其实我比较建议的是你要用温水洗脸 但不是热水哦 就是比自己体温高一点点 那水温高的时候它的去油能力会比较好 那么如果你是中性肤质就是不干不油很好的状况 我建议你用无感水温 什么叫做无感水温呢 就是你碰到水你不会觉得冰 你也不会觉得热 就是跟自己的体温差不多 那比较能够避免造成肌肤的伤害 那再来就是大家很容易会问到的 我是敏感肤质啊 或干性肌肤应该用什么水温呢 我建议你应该用冷水来洗脸 那么冷水不是冰水哦 就是比自己的体温再低一点点的 那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水温过高的时候它去油能力就会很好 那因为干燥肌肤脸上已经没有什么油脂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用太温热的水洗脸 你就会发现到洗完脸之后反而会更干燥哦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注意哦 好那么接着呢 我就要来冲水了 那像我自己的习惯啊 我就会沉水之后 用脂肤轻轻的在脸上做化圆 然后你一边可以看镜子 就是像嗯 我比较在乎的就是披肢的部分比较容易油嘛 所以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多用水来冲洗它 但是呢你不用在脸上大力的磨擦 好很多人反而洗完脸就会脸红 因为它都很用力脱 所以我们都去轻轻的力道 好然后呢 看到自己的这个泡泡都已经洗掉了之后 就可以完成洗脸的动作了哦 然后接着我们就拿面纸 轻按的方式 把脸上多余的水分按掉 也不用用擦的哦 就用按的方式 好那么擦干了之后呢 应该说压干了之后啦 压干水分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着进行擦保养品的动作了 所以呢 上一集我们有示范如何发泡 好这一集我们示范如何用正确的水温来洗脸 好那这么简单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清洁 然后接着就做保养的动作咯 拜拜